哈喽大家好,我是凯莉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急救常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们社会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 汽车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工具 同时车祸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在惊人的增加 当车祸发生后,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 只要一时还清醒就要先关闭发动机 对于撞车后起火燃烧的车辆要迅速撤离 以防油箱爆炸伤人 如果只有一人驾驶车辆 汽车翻倒后,无力从车中爬出的 可鸣笛或闪动大灯向路过车辆发出求救信号 请您继续锁定新动力600国际台 锁住更多精彩